黎明教兰院发生集体染疫引发各界的关注 EPP的防疫物资和爱心善款陆续涌入 哈联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得知因为除公染疫 教兰院无法自行公餐 必须外订餐食额外负担 5月19号特别捐助3万5千元 希望能够一解院方的经济压力 黎明教兰院日前发生院生与照顾员集体染疫 引起各界关心 防疫物资和爱心善款陆续涌入 院方感谢大家帮忙 也表示染疫的院生和同仁即将要康复解隔离 我们从4月28号到现在已经趋于稳定了 我们目前服务对象确诊的人数是总共是70名 那我们的工作人员确诊人数是23名 然后最新的消息就是说 感谢社会大众这一段时间来给予我们的帮助 无论是防疫物资 甚至于是生活用品的帮助 让我们可以平安度过这一段时间 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说希望在5月20号星期五 我们有机会全院可以解封 这是我们全院都期待的 包括服务对象院生们都期待5月20号是一个好日子 由于教养院的储工染疫无法供餐 院方必须外买餐时增加了经济负担 花林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也及时送来爱心善款 希望可以解除员方的压力 今天花林县妇女成长关怀协会 我们就带着3万5千元的这个捐助款项 那就是因为这一段时间他们在厨房的这个供扇的人员也有确诊 所以没办法供餐 所以要外教外面的餐盒 就额外增加的这个餐费 大概估算这几天至少要7万元 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支持3万5千元 那也希望大家一起来看到黎明营教养院 那他们虽然这次确诊人数很多 那又是一个集中住宿的一个教养机构 但是他们在这个防疫工作上的用心跟努力 那也把这个疫情都控制下来 那也听到5月20号要解割 之后也会做整栋楼的大清销 那这个也谢谢大家的一个关心 那我们今天来带着我们的慰问跟爱心 那希望大家一起来度过这个难关 黎明教养院感谢各界的关心和帮忙 院方会持续加强防疫措施 让院生可以获得健康安全的照护 介络会话试报道